台北士林学佛讲堂每周三下午由果登法师为大众讲授应顺导师著作的《印度之佛教》 根据佛教经论等文献资料的考察 过去约1700年的印度佛教历史轨迹 陈述了历代圣贤佛弟子们为法为教的光辉事迹 也显示印度佛教受到本土其他宗教及外来文化的激荡所产生的流变 同时更深深影响世界佛教的发展 薛佛讲堂2019年的课程 目前我们开设的在礼拜三下午有印度之佛教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主要是介绍从释迦牟尼佛成立佛教以来 到印度佛教整个结束之后的这个长达1700年左右的佛教史 那每一个时期从原始佛教到布派佛教 初期大圣后期大圣乃至秘密大圣佛教的演进过程 那我们后来的佛弟子我们接触到的佛法呢 可能都是刚刚讲的这几个时期的其中的某一个阶段 那没办法看学到完整的佛法的发展过程 有一点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感觉 所以这个课程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完整的了解 佛法在每个不同的时期的一个发展 各有它的特色跟重要性 所以我们后代的佛弟子在训习佛法的时候 如果能够完整的把这几个过程的因果关系 优缺点各能够了解跟做一个正确的抉择的话 那对于我们的学伙就有很大的帮助 佛教如今已经是一个遍布全球五大洲的世界性宗教 然而在其发源地印度却凋零不振 无论如何在佛教史上 印度永远都具有独特的地位 这不仅因为它是释迦牟尼佛的故乡 更重要的是今日是上个主要佛教宗派 例如北传、南传及藏传佛教的思想教育 经在佛教行之于印度的1700多年间 完成其大倍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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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